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PUSHVR0027.7Y IMG Http in news gtimg.com news app rs 0457 1495 2016 404800 Gate视频 即进牧春祥中国未免金腰带 KO五战不败 菲律宾拳王 时长约一分59秒 转为14加8字青岛 一年前战胜上了周世明的牧春祥 再次回到中国 一样的剧情 一样的结局 还有更猛烈的重拳和更快速的KO 这一次 牧春祥紧用了六回合 就KO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三的菲律宾拳手弗罗兰 有趣的是 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 在牧春祥出场的拳袍上 竟然出现了中国企业归周毛抬九的商标 在中国比在日本海红 牧春祥成了励志网红 推广本次赛事的权威四海CEO鲁小龙 用网红来形容中国观众对牧春祥的喜爱 他甚至表示自己推广这场比赛 完全是出于自己个人的喜爱 牧春祥非常低调 谦虚 他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网红 中国全民对牧春祥的喜爱是超越国界的 接连成功击败中国拳王邹世明 和日本人弃拳手50蓝任性之后 牧春祥的关注度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是在中国 无论是赛前的公开训练还是称重一事 都有中国全民一拥而上 向请他合领 签名 就连前来报道的日本媒体记者 都诧异的发问 为什么牧春祥会这么受中国全民欢迎呢 他不是战胜了中国的英雄吗 日本记者三河正范在牧春祥来到青岛比赛之后 撰写了一篇题为疯狂牧春祥挑战四亿人市场的报道 在报道中他直言牧春祥的人气在日本和在中国存在着差别 似乎中国人比日本人更了解牧春祥的故事 四河正范写道 这场比赛 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 CCTV有直播 而且是7点到9点的黄金时段播出 其中牧春的部分占到了一个小时 相反 在日本 连网络上的直播都没有 这样关注度的差别 依然没有改变 而牧春祥自己也十分重视中国市场 过去一年 他先后五次来到中国 还开通了中国的社交软件微信 微博 采访时还会偶尔蹦出几句简单的中文 没有 谢谢 对 他把中国当作是自己的福地 在出发中国之前他 在日本的发布会上公开表示 希望中国全民不会讨厌我 我确信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会拼命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不让中国拳手和中国全民失望 希望中国人能给我加油 苏世明家乡企业 竟成牧春祥赞助商 拳袍原和贴上茅台镖 扮着Forever Young的出唱曲 牧春祥和他的世界拳王金腰带一同登场 身上披着金黄色的战袍 闪着多么的光亮 在胸口最醒目的的位置上 一个巨大的中文商标 何然出现 贵州茅台酒 一年前 牧春祥来到中国的时候 短裤上密密麻麻的贴着12个赞助商的商标 牧春祥告诉腾讯奇遇 每一个赞助商的价格是50万日元 约3万人民币 今年年初 牧春祥战胜了50蓝俊姓 后来神圳观伐时 他对腾讯体育说 全户上赞助商的价格啊 已经从50万日元 涨到了100万日元 约6万人民币了 这一次 牧春祥已经换掉了那个密密麻麻的补丁全库 只留下了4个大的赞助商标 其中商标最醒目 最大的一个就是贵州茅台酒 更巧合的是 贵州还是邹世明的故乡 最了解 选择 与牧春祥合作 得实际上是日本茅台的代理商 日和商市中市会社 此前 只利于八家中日友好关系的日和商市 还挂名赞助了2018年4月1日 在东京举办的第一回茅台杯中日国际交流赛 这一次赞助牧春祥 自来也是看上了他在日本 中国两国的火热人气 知情人 牧春祥主动要求来华参赛 他会成为下一个服人爱吗 今年2月的日本拳手表彰大会上 牧春祥获得了日本2017年度最佳拳手称号 此外 他还受邀为某品牌服饰做推广 售复式电视台邀请解说比赛 做日本招牌MCD的接拍模特 现在他身上有四个品牌代言 不过都是以赞助商品 服饰为主的合作方式 真正的收益还是要靠打拳 不能赢拳我就还得回去打工 年初 腾讯体育在深圳见到牧春祥和他的经纪人时 他曾经主动问起 你们可以播我的比赛吗 有兴趣吗 似乎从那时开始 牧春祥就已经清醒了意识到 在日本光是112棒 这一个级别 他就有4-5名通水平的竞争对手 相比于狭小市场的日本 毫无疑问 中国才是他更广阔的市场舞台 据知情人透露 这次来中国比赛 是牧春祥和他的团队 主动向熊招中所 出的权威四海全机推广公司申请的 甚至 牧春祥的团队还提出 出场费和团队的来回机票 都有他们自己承担 成为四海只要负责在青岛的食宿及相关费用即可 在前的发布会上 有媒体记者向牧春祥问起 如果有中国的企业愿意赞助你 找你代言 你会同意吗 牧春祥的回答没有犹豫 我非常期望 毕时 日本拼堂球运动员服员爱 成为了中国观众最为喜爱的外国选手之一 而牧春祥也多次用他的朴实和诚恳表态 约做中日职业全机的友好使者 比起人见人爱 会说流利中文的瓷娃娃 这个出生杂草的普世日本男 真的能走进中国大众的心吗